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为 现今香港中学对学生实施法的不合时宜 对赛双方为正方拔萃女书院 反方拔萃男书院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的变缘 正方主变李恩奇 第一副变潘吻诗 第二副变李希彤 结变曾博熙 反方主变孔逸豪 第一副变陈国伟 第二副变古卓谦 结变刘伯言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常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为汇知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李正权老师 保良局八周年李肖中经验中学教练戴邵永小姐 和我都会兼任今场的主席 保良局赛的右学校中文辩论队助教朱家豪先生 本场比赛是一分主变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和结变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变发言之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的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之后 正方一副会继续发检 等反方二副完成发言之后 就会进行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都有两次台下发问的机会 可以在同一边缘发问 台下发问完成之后 就会进入结变的环节 除了台上发问和台下发问的环节之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月 会有一丁提示 并且会有手势 叮 够钟就会两丁 叮叮 现在够准了箱 而超时收拾就会叮几下 一有任何的 整个箱是会断了线的 做评判中间会 可能评判你老师是否发现了什么问题 同时我们正在做事 需要帮忙吗 可以可以开箱 可以开箱 好麻烦了 长浅蔡规刑发问给各个参赛学校 同时提醒各位 除非主席同时忘记了 给手势和作出丁的提示 否则 便员是有责任留意屏幕上 和聆听主席的丁响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现在就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但准备好请说可以 请问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可以 订 认识评判 再者 各位大家好 根据教育局学校行政手冊 校规原理是希望教导 孤导和保护学生 而便提中 发禁是指对人的头发 以外形成立一定的限制 因此人的头发长刀 颜色、发型、装饰品 都是所规范的一部分 而发禁作为校规的一部分 原理都是为了确保学生 而用整洁 保障学生福祉 因此要合幻今天成立与否 就要视乎现时的发禁 是否符合现时香港社会 普遍相信的普世价值 以及发禁后 是否有违性别平等 我欢迎同见题原因有二 第一 联合身体自主权 和学校团体利益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 身体自主权 是只为自己的身体和生活 作出决定的权利 随着社会逐渐重视人权 人们都开始争取自卑的身体自主权 令到任何年龄人士 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展示自己 同时我都明白 学校学生作为学校群 第几部份 理应符合学生仪容上的要求 确保学生要整洁和卫生 以台湾为例 台湾教育局 组在2005年宣布完全解除 学生法根 并且表明学生个人 责任属于基本人权范围 学方不得将责任本理 纳入校规 并不得直顾检查和情署 因此我方同意 普至台北事件业局 普及中学的学生手法 就正是表明学生作识 应该以整洁、简单确素 等适合学生身份的原则 背后 并且一起无限制学生 选择发型的自由 中午学生 在社交平台表示其学校 探济男同学 只能留短头发 希望学校能够废除男生法根 作为教育和辅导学生 回家的学校 校规应该以教育辅导学生为当真 令他们将校规中的核心价值 融入自身价值 自行判断适合的发型 理应令到学生明白身体自主权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 学校不单止禁止和限制学生 尝试新发型 更加漠视学生的性别焦虑 因此学校应该在保障学生福祉 整洁卫生 而影响他人的原则下 尊重学生对发型的决定权 而不是实行花根 违背社会价值 2.社会主张性别平等 两性理应一事同仁 随着香港人逐渐重视两性平等 社会都开始有声音质疑 究竟发禁是否令女性 想有更多选择发型的自由 发入层面上 2014年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在服刑期间被逼剪掉一把长发 既然针对男犯需要剪法 但女犯可以留长头发的规例 提出司法複合 最终终审庭提出这一项 违反性别歧视条例 原因是如果只是女性 可以选择留长头发的权利 就属于基于性别的差别台语 在香港法例下 性别歧视条例是适用于所有公营机构 所以故事都是适用于学校和监狱 因此当学校要求长头发的女生 可以留长头发 顾肩者就要扎起 但是男生都必须剪头发 发表还不可以过耳和衣领的时候 是否剥除了男生选择头发的权利 触犯性别歧视条例 所以当学校作为帮助学生 适应社会的教育平台 是否更应该切合社会进步的步伐 以校规教导学生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更加重要性 最后想问一下右方 性别平等是否香港法律 和社会所承认的权利之一 如果是 为何触犯法例 触犯性别歧视条例 仍然符合善意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辨发言时间为3分45秒 无超是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凡方的主辨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姓桿可以 是 姓米 姓米 听不听到 听得清楚 可以 主持同判所大家好 刚刚有方同学在他们的背景里 都懂得跟我说法规刀是任何对头发的规管 有方同学自己也有提到电发和电发 但看回到有方同学主线 今天一天跟我说蓝短里长就会维养性别平等 就是跟我说法规刀有没有规及性别焦虑 所以有方同学法规刀里面的其他元素 如果是禁止演发电发在有方的主线里面 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呢 有方今天成功 所以今天有方完全不是讨论法规刀 而是讨论法规刀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件事 是否不合时宜 首先要看那件事有没有时效性 除了风俗和潮流而改变的东西 当然会有不合时宜的一日 尽管有方所说 不同的学校都有在法禁底下 设计了一些统一外观的规例 如果只是为了令到学生统一 这种管理主义的想法 当然就落魂了 所以如果有方不学 只是想学校废除这两条活杀 学生独特性 除了不合时宜的校规 我方是并没有任何议的 但是纯粹废除法禁底下 一两条校规 是不会认证到今天不合时宜的 因为如果法禁的目的 是在于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那对中学生实施这类法禁 就何时都合时宜 不应被适逃 具体而言 我方认为学校以法禁阻止 中学生或者年纪更小的学生 也不可能议法 永远都合时宜 主要因此我方认为原题的准则在于 在现今香港对学生的 身心发展业务正面作用 但此今我方认为原理有二 第一 电影动物害人影响我颜中心 周围在2022年6月 曾对市面上的验发剂做测试 其中验出共26款不同验发剂 其中只有一款 最为主打中老年市场的50季天然验发 高不衍牙为持反合作 这些验发剂只得自然是一种颜色 其他含氧化染料的永久性验发剂当中 全数都有禽有能够导致尋牙疹 血管水腫 肢器管境链等病发症的成分 也就是说人体的免疫系统 将这些成分当作攻击目标 导致过敏的反应 由于炎氧和充盈的免疫反应更加强烈 不会连欧美也有多宗年轻人 软发致敏而死亡的个案 再看看国际癌症期刊8年 追踪燃料的数据指出 任何种族的女性 如果没有5到8周接触的刺染剂 或者电发剂 尼环与癌的基率就会高30% 接触次数越多的人滑癌风就越高 美国国家卫生院2015年的研究则指 电发和染发剂中的必要化学成分 会干扰荷尔蒙 导致子宫发育不成熟 和多浪浪财症 威胁到生育能力 代表力越早接触电染发 风险就越高 大家可能会觉得 用天然染发剂就可以减低上次的健康风险 第二周201年的报告里面指出 6款受测试的天然草本染发剂中 全素陷阅会影响儿童和青年的智力发展 和他们的神经系统健康 机场术风险为了保障学童健康 家后必须合作 禁止学生使用法学制 电脱和电发 第二尊重外籍学童 加强身份认同 其实这双方都认同 不应该用社会的固有标准 对任何人加注性别等的定义 我方更加认为 任何种族人都不应该需要 为了迎合社会主流 去改变他们的发释和发应 我方所指的 特别是现在在香港就读中学的近一万名非华语学生 他们当中发色不是黑色的不在少数 头发也很多时候天生缘曲 我方担心这群学生 会因为贫背压力 甚至欺凌 不将自己的头发减黑或者垫直 不但埋没自己宝贵的种族特色 还会加剧欺凌的情况 我方并非危言耸听 英国广播公司就从引述报道指出 多达六成红发男士及四成七红发女士 曾因他们的发色受到疑似 并迫使他们远发 我方认为 唯有所有同学以真实的法识和法则使人 再加上学校的教导 才是分认同教育的第一步 尊重他人的不同 学习欣赏自身的独特 正正换扯 正正换扯 尊重个性 拒绝定人的精神 校规志在教导和保护学生 禁止电燃发的法革能够保护 能够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 绝非不合时宜 然后想问有方同学 当今见到 检验会对学生大力不可磨变的伤害 并然认为大饅不合自然 并认为学校不需要保障学生的健康 多谢大家 反方主辨发现时间为4分05秒 没有超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的环节 现在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反方主辨提问 发问时间1分钟,准备时间1分钟,回答1分钟 所有时间前15秒就已经会有一丁的提示了 之后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正方主辨提问 发现时间同相,双方提问一次和回答一次之后 就会回到正方一副的环节,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现在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在台上发问 准备好声光可以 师妹师妹 听得清楚 可以 定 今天教育各位跟我们说定立一条校规 必须能够令学生去明白定立校规的背后意义 所以想问双方 当发禁作为校规的其中一条 发禁应该要符合刚刚所说的标准 那些学校就禁止学生去用某一种蓝色的发色 例如可以用红色的发箍,但不可以用蓝色的发箍 想问双方,今天这些发禁到底有什么实质的作用 或者有什么值得学生学习的意义 多谢大家 本日子 准备时间一分钟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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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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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阵底下的一两条不合时的效规我们怎样看 其实有方和我今天从主见到台上都只是拿着某一两家学校 某一两条在法阵底下的效规就和我们说法阵不合时 其实有方和我完全没有听到我主见讲话 我方都很支持要废除这些不合时的东西 但只是单单废除这两条不合时的效规 法阵底下的效规是不代表法阵是不合时的 今天法阵下的大临的联盟被有方和我唯一持着一两条不合时的效规 所以今天有方和我完全不是伦静的便提 所以有方和我不要再问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 好 现在请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言坐台上发问 准备好请说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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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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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實行這樣的發展 會維護到社會價值觀 有方同學沒有回答過這個主辯問題 不如有方同學下一個電話回應我 來到這個位置 讓我們回歸基本部重新審視今日的見解 那方主辯已經明確說過 學校不能去摸別學生的身體 因此校方對於學生發言的本地 只能停留在人道的層面 本港之無誇性別社團的組織性別空間 指出,過往曾經接收了學生就職發言校復等的籌作個案 但仍然有不少沒機會發生的學生 足以證明學生身體治療程的必要性 請問有方同學今天為何要一致觀念 做法更去摸著學生的自由 和他們對身體的保護呢? 多謝大家 正方第一副面發言時間為 2分56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正方第一副面 準備好,請講,可以 不認真 想問聽得清不清楚 试问试问 听得清楚 主席 评判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出来和我们说什么 说我们对健康的定义模糊 但其实是不是真的好像有方同学 这样说到这么模糊呢 我们说到这些青春期的女性和男性 演发是会导致他们提供这个癌症的机会率 甚至有这个不育和对这个饭育有影响 有方同学是否这些都觉得不是健康问题 我们不是讲紮头发 不是讲头皮 我们是讲硬症 如果你们觉得这些都不是健康问题的话 那些病理学和妇科医生每天上班在做什么呢 然后他们都跟我们说 只是演发我们以轻太喘 但想问有方同学 你们都承认了是对头发的任何限制 规管他们的演发 是不是对头发的一种限制 是不是一种发感 是不是真的在认识面上 有方同学麻烦你先教清楚自己的学习 有方同学你也跟我们说了 我们限制学生的自由 但是不是真的自由呢 其实有方同学是否真的可以无限为自由 而去吸收其他小数族的利益呢 不是 好 其实一本这个环节 就请我用三个问题去探讨 建议不成立的原因 第一是思考问题 今天有方同学就说健康是不是不合适 健康不是不合适的标准 但其实今天有方同学完全复制了学童的健康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回应到 为什么保障学童权益的校规 永远都会合适是永恒不变的 根据教育规例第40-50条 当中清楚列明学校需要符合健康和卫生方面的规定 学校的规矩一定要保障学童健康 而这件事是永恒不变 因为有关安全和健康的保障都一定会存在 我们看看香港教育条例 第279章80条的头30节 都是针对学生的安全议设 大致消防走火 小致任何有毒化学制 除了放在职业室外 不可以拿入校园 甚至是刚刚在台上发问提到的问题 即使现在没有了天台学校 法例其实依然禁止 学生在学校天台聚集 进行任何体育活动 因为这个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去着想 所以可见 学生健康这件事 从来都不会不合适 第二 安全问题 香港的产品安全法例都算是严谨 但是消委会做了这么多次测试 直到今年的染发剂都好 表现一直不理想 更何况电染发剂出现了这么久 问题一直都存在 就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 想避就避得开的安全问题 尤其是这么多医学研究都指出 染发电发影响发育 大幅增加癌症风险 甚至每年都有多分青少年 一发和染发导致过敏 戒而死亡的案 如果有班同学 这些个案一单都要多 如果有班同学今天 是不是想避免这些个案 为什么不去做呢 第三 社会期望问题 社会上对人的外卖有很多期望 我们是不是应该 就例如现今很多公司 都会逼这些女生去化妆 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那些小朋友 小小过去整容先 还是要小小过去教他们 要建立欣赏尊重 再而继续选择自由呢 如果今天被全部人李其名 若自由选择发影 这个选择是真正的选择 因为他的选择是根据社会期望 他们进入真正的陷阱里面 所以今天便提理应不成了 多谢 师妹 订得清楚 好 可以 並 各位先來看清楚 其實友方今天主見已經承認了一部分的法教 是不合時而應該被廢除 所以我方前場問友方的問題 其實友方已經承認了 友方已經部分承認了我們的立場 所以多謝友方承認了 所以第二件事我們先來看今天友方兩個論點 友方兩個論點跟我們說健康和合乎事業 想問友方究竟健康和合乎事有什麼角色的關係 其實我們今天前場都說過 今天合乎事就要看究竟一條校規 究竟符合現世的普世價值 和現世社會主流的施生 兩者之間有一個平衡 友方無緣無故拿出健康的準則出來 其實是毫無根據的 還有想問友方今天是否如果我們用健康的研發劑 確保了不會影響到同學的頭髮 友方立場之後又會認為 艷法是可以合乎事業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今天友方跟我們說健康和合乎事業 其實我方從來都不是說 如果艷法是不合乎的時候 就要去逼迫所有的中學生去染頭髮 所以這個友方是要搞清楚 今天友方是容許你去染頭髮 但是不是逼迫所有人去染頭髮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性別之外 或者你有其他原因想去染頭髮 而染出來的頭髮 是符合我方原則就是要整理 要衛生 要不影響到人的事 我方是同意你 但是不會逼你去染頭髮 所以這個是友方必須要搞清楚 今天我方立場是什麼 第二件事友方跟我們說 因為要有個人特色 所以不能去跟隨其他人的想法去染髮 我方都很明白 究竟今天跟隨他人去染髮 這個和法禁有什麼直至的關係 不是因為法禁 就算今天沒有了法禁 一些同學都可能因為其他人的歧視 或者其他人的目光 而去改變自己的發言 所以這個東西跟法禁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還有 就是友方說要有學生的自主權 就是不要理他人的意見 正正是俄方的立場 俄方跟你說 就是今天的校律 就是雖然我們要令到他們明白 要有整潔 要有衛生這些原則 但是同時他們都可以有自主權 去選擇一個合適 或者自己想要的發言 所以今天很奇怪 就是友方第二個論項 其實同學方的立場完全相負 但是今天在衛生和不要影響到人的原則之下 你可以選擇自己的發言 這個是校方的立場 也是鼓勵同學去實行自己的自主權 所以友方其實第二個論項 同學方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而友方其實也是想 將學校一些核心價值和意義 去融入學生自身的價值 令學生不需要由學校去管 還可以當他們都明白到原來 只要符合了這些原則 自己都可以有自主權的時候 自己能夠由學校那樣變成 自己懂得自己的約束 可以由學校去 不需要有法禁之後 自己都可以去選擇一個合適的發言 所以最後去到我們看看 其實友方 由頭到尾不是論正一發的 友方只是今天論正一 染發不合適 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染發是否真的不合適 前場已經答對了 原來今天染發如果用健康的 正正 健康的染發劑的時候都可以合適 第二個問題就是 今天發禁是否只有染發劑呢 謝謝大家 正方第二負面為 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輪到反方第二負面 準備好 請舉個可以 準備好 請舉個可以 準備好 聽得清楚 可以 定 并 各位大家好,先看友方和妥资料 刚才跟你说,用健康养法制就可以了 但是看消委会2021年的报告 看到什么 而在6本测试这个草本养法制里面 全数陷入 所以今天看到友方和你这么引以为傲 健康养法制同样有健康养休的时候 你这个讲话不承担 好了,正方二货,反映二货环节 先搞一些立场问题 首先友方和你说,部分承认你的立场 只是跟你说软法,所以不是论证法 但是友方和你今天主线派对他说的 同样地说的长远法 所以友方和你首先是双重标准 但是去到第二样 友方和你今天只是跟你说长远法的问题 但是对于健康养法 就从来都不说庇不论 所以今天不是完全论证法这样的事情 是友方和你 因为你即使废除了长远法 仍然他们暗拿着立场 都是承计了电法和电法这些规管是合适的 而第二,再看健康 其实正方一货环节目出来 真是震衡到我 因为友方和你说今天健康问题不是问题 健康这件事不合适 但是首先第一个人和你说影响额症 影响清晰不得肉 根本不可以跟你那些杂法 扎着一条鞭去相提并论 而第二,今天我们看到健康永远都是人类追求的 永远都是每一个香港现今社会的人会崇尚的 所以仍然是合适的 然后有一帮同学又跟我们说 因为就算我们没有了这个校规 都不会个个出去犯法 好了,问题来的 那按照有一帮同学 低于18岁的人同样都可以喝酒吸烟 因为你让他喝酒吸烟 他不一定会去喝酒吸烟 即使有健康的话 即使会令到他有弊牙的功练 即使会令到他发觉迟了 都没问题 因为不是个个人都会去吸烟喝酒 那那方蓝祥是否这样 按照你的邻辑 是否这两个对清晰的法规都要去过观呢 到最后仍然是由何来说 这个少数民族的问题 即不是这个法禁的问题 才会令到他被人歧视 首先仍然是有些同学会去欺厉他们 令到他们对自己的种族价值而去自卑 甚至是因为他见到全班同学都是黑色头发 他只是啤色的或者红色 他就会因为这个贫抗压力 而他不识会去卖这个种族不识 所以这个正正就是这个贫抗压力 这种的所谓的歧视 去令到他们去远roz 所以不是有官同学也不出来说说 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这一个贫抗压力正正正在影响它们 而到最后有官同学说自由压下一切 什么健康很重要 就是自由是最崇尚的事 居然有一番立场错 因為按照這樣完全所有吸引、飲酒存在的限制都不應該存在 因為它會保持吸引、飲酒的自救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在香港現在對於清潔的保護下 現在香港的法例下一樣都是健康、鮮於自由 所以今天便是絕不成立 多得各位 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2分59秒 沒有消息,無需扣分 接著來到台下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向反方台上便員提問 正方無權指定回答者,反方可以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1分鐘,台上準備1分鐘,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會有一丁的提示 之後由反方派出一位便員向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削 雙方各有兩次的機會 兩條台下發問可以由同一便員提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作第一條的台下發問 反對只是說一兩樣不合時意 論點議甚至說非華語學生 應該迎合華人社會對應用的期望做自己 可見右方都知道大量發感不合時意 但右方自己就以研發制制言為理由 反對取消一種發感 認為只要有一種發感不應取消 就反對到便體 其實打擊可以成癮 世衛裂為精神病 而珍珠奶茶和果糖 將糖增加大長癌機會 希望有方可以治癌損害身心 效規則要禁的原則 中學應否禁止學生打機和喝珍珠奶茶 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一分鐘 叮 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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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反方排出台上扁员回答 金河可以 神,麒麟,吃完 听得清诚 可以 定 今天有方同学一出来跟我们说什么 跟我们说喝珍珠奶茶都会有患癌 会提高患癌风险 所以都要禁止珍珠奶茶 为什么我们不禁止珍珠奶茶 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的碾法和碾法 是会令到他们的乳癌风险增高30% 令到他们不育能力 会有不育 而且会有传溯行员 所以就会令到他们自力下降 有方同学 如果你说珍珠奶茶会导致风险升高的话 请你给实质的数字我们 他们都跟我们说了 这个法禁概念是因为健康 法禁是 我们只不过是拿着 二天概全的口号去打法禁 但其实有方同学 法禁只不过是一个概念 法禁底下是有点法 法禁底下是有碾法和碾法 碾法和碾法都是一种法禁 所以只要实施碾法和碾法的限制 其实都是法禁的一种 因为法禁是指对头发的任何限制 谢谢 可以 定 今天友方主辯就跟我們說要求學生移動要整潔、簡單、樸素 但這條本身就是對學生服裝髮型的限制 如果友方這麼注重身體的自主權 假設今天有學生為了表達友方十分吹捧的身體自主權 他點一個狂野的髮型 他點一個五顏綠色、閃亮亮的髮色 又受不受到這條規範的限制呢? 如果受的話,為什麼又不算髮禁呢? 不受的話,友方對髮禁的定義又是什麼呢?多謝各位 準備時間一分鐘 定 準備時間一分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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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一般性原則列明應有的價值和目標 定用人為定下的行為禁止 更能達到教育學生名是非的目的 請問有方投稿顏色只是准黑色、藍色 為何比可以自行選擇顏色更體現到簡單樸素呢? 多謝 準備時間一分鐘 定 はい inte 絕見 直接 開至 和 復元 等 正 講 兵 兵 兵兵準備時間結束 請返方派出一位台上原作第二條的台上回答 聽得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有汪文龍頭 有汪文龍頭問我們黑藍色的法菇是否發禁是否一種龍頭 我方不反對 因為我方從來不支持需要統一這件事 因為今天有方和我們講的性別要統一限定自由 我們其實全部認同 而我方為何會認為建議法仍然有它在這個時代存在價值 仍然有合適時 仍然為天然發色 原因就是會令到有健康問題 而這些健康問題不是我估著頭髮會令到我每年的頭髮生長少了兩年 而是會導致癌症 導致癌症 你那些不育 法育 我方都說了很多次 而今天這個法禁的概念 從來不是你一個長短法 或者幾個 就是這個法禁 這個法禁的概念 只不過是從來都是一個規短學生的概念 就是校規 就是要我們在校內遵守不同的行為 才有不同的行為 所以這個法禁就是要規定我們的法禁 請教練時間結束 現在請反方拍出第二條的頭髮發問 準備好請說可以 请问大家听不清楚 听得清楚 可以 听 今天有光和我很搞笑 和我们说有原则就不属于法感 即使我对法型有诸多的限制 只要一句有原则我就不属于法感 请问有光和我今天这条辩题 有什么讨论价值呢 有光和我对这条辩题的定义有多无谷呢 有光和我今天这么重视性别平等 我方今天就和你谈谈性别条例 今天我方从头到尾讲的就是要用 演化、电化这些会危害健康的行为 作为规管 有没有妨碍到有关提及的两性评券呢 没有嘛 有光和我和你讲完性别条例 再和你讲教育条例 教育条例清楚说明有读的物质 是不可以在学校出现 演化、电化这些危害学生健康的东西 更加不应该出现在校园里面 为什么在有方同学保护学生的前提之下 有方允许他们使用有毒的演化剂 去进去演化和电化呢 多谢各位 准备时间一分钟 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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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正方拍出一位台上边缘回答 准备好 请说可以 可以 叮 我跟我们今天首先来搞清楚一件事 法禁解除了不是说个国家 一定要立刻跑去见法 票法不是这样的嘛 你可以不见 你可以见 我们只不过给一个大的框架 去容许你做这个行为 而不是说法禁一旦解除 你们全部都要走去见法 不见法不行的嘛 再来有方同学刚刚也说到 性别平等性别歧视的问题 其实有方同学自己都知道的 头发、发禁是存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的 对男女的不平等问题有方同学是知道的 为什么有方同学今天又不讲呢 有方同学为什么不尝试解决呢 谢谢大家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好 轮到结变环节 双方的结变会有一分钟的准备时间 双方的inen their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今天 双方 trends 电视 绛 谢谢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先由反方结面作结 你有4分钟的时间准备好 请个可以 可能要靠近一点 请个听不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你都继续一下传统三例的分歧点 第一 定义上 我其实今天传错的法庆法是什么一回事 其实我今天传错的 长短头发等你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合字的 其实法庆法是一个大组织 里面长短头发变化 请问是不是 反方的连线出现问题 是 我想问 和 是否都出现同一个问题 是 是的 听不到绝结变一开始那段 好 那 评判同不同意他 反方由头计算过发言的时间 好 有请反方 调整一下自己 那边的网络和装置 并且重新发言 是 现在听不听到我说话 现在听得清楚 好 那我重新开始 好 定 谢谢 欢迎订阅 大家好 你到杰健华节 那我来分析一下 今天全场的三大分歧 首先 定义上 今天全球都错了 法庆法是什么一回事 就是我们全球都没有反到的 墙头发这些不合时的东西 我们现在反到的是 对学生健康隐患的东西 那我今天要解释一下 一点 我还要说 就是 法庆法是一个大的 内面包上的墙头发 电法、研发等等的东西 我们不把这些不合时的 但我们看到电法 电法大学生 实际上健康为中规 这个东西 应该存在这些电法、电法的东西 第二就是 学生权的方面 我今天就和你说 就是学生这个权利 去选择他想要 缘什么的头发 但其实我们前程和你说的 就是学校 下律定乱性毁物的东西 就是为了補充学生的权棄 其实学生从来都 应该要健康 医骨严肺 去染这些不合时的发型 其实保护学生健康 其实就是为了 为了去伤害自己健康 而第三就是健康问题 就是最大的分歧 那些健康 是不是应该来 由今天所说的 例如 染痕法 是可以表现自己 甚至在性格平等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看到 在香港不单单是 健康 其实小数族 都是非常大的人 因为染痕法 就令到学小数族 隐藏自己 避免受到行为牌 就是从而染痕法 在群众压力下 令到自己的自由意志 受到打击 令到他们无法表现自己 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可能今天 健康从头到尾 都是灵解学生 学小数族的权益 甚至学生自己健康之受 可能今天和我们 麻烦 其实有方式是危险的一个 正所谓 养人一百岁 还有九十九 有少许有瓜瓜落地 到青春期 甚至长大成人 父母对儿女的担忧 似乎从来没有减少过 所以父母送孩子到学校 当然希望孩子 可以学有所成 有自己的价值观 习本性思考 但每一个学生最希望的 无疑都是希望 身为子女 我们健健康康 所以来到这场比赛的最后 有可能很多反对不到 我方所提出的健康问题 反而不曾挂在后面 在这些自由意志的说法 我方固然明白 自由的重要性 带着这些权利的代价 影响发育 到尽硬症 甚至影响自由的生育功能 这些权利 这些自由 是不是值得我们 不舍一切的代价 去追随呢 我方从来都不反对 自由的重要性 只不过是 健康对作用的听传言来说 我们一切都很重要 除了身体上的健康 身体上的健康 都同样不可以忽视 有没有一个小数字 有新移民来到香港 都可以抱着一个希望 希望自己的生活 可以过得更好 还可以在香港的 但与之地上 多姿多彩 当然 有一部分会取得成功 但令人单狗 又是饱受其事 爬色的一群 他们怕自己标其立耳 今天自己的头发 不被欺凌 令他们越来越讨厌 自己的头发 讨厌自己的一部分 如果作为他们的家长 望着自己的子女 每天每天都讨厌 自己传统的一部分 你又会不会后悔 当初要离香港 发展的决定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也不需要是这样 因为只要一日有法 人不可以研发 他就会站在最前线 为这一班小数字 遮风挡雨 而令他们为自己的特色 感到光荣 骄傲 最后我方只有一个 很卑微的结果 就是希望 和一个中学生 在香港这个美丽的城市里面 健康法律地成长 各位 反方结变发言时间为3分33秒 无超时 无需扣分 有一轮到正方结变作结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可以 定 大家好 来到正月位置 我们今天再次审视今天的变题 首先 今天有方同学说 我方只是拿一两条校规 就等于论证 一两条关于法禁的规例 就等于论证了变题 但其实今天有方同学 都是在备 首先第一 我方不仅只有 男生短发女生可以选长发 或者短发这条规例 去跟有方说 而我方当我方问有方 为什么一些学生 学生只是可以选蓝色或黑色发枯 而不可以红色发枯的时候 今天有方同学都说不清楚的时候 证明这些发极 其实是非常不合时 亦都是不合理 但今天有方同学 只是有一个担忧 就是对演法是有一个担忧 但他今天没有大部分 这样论证到 为什么其他都不合时 其他都合时的时候 他才论证了今天的变题 再来看今天有方同学 对演法的担忧 就是他觉得演法就是有害 对学生来说 会致敏死亡 甚至会影响生育能力 其实 这个有方同学的逻辑来说 其实今天我方台下都说了 喝珍珠奶茶 甚至是打机 其实都会对身体有害 甚至之前有学生 是因为打机而死亡的时候 那这些是否所有东西都需要这样 今天有方同学都说不清楚 因为他都知道 现在我们去保障学生的健康 其实最大部分都是在于教育 而不是一味去禁止 我们需要去教育 才令到学生明白到演法 他有什么效果 演法有什么后果 从而去改善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都说不清楚的时候 所以他今天这个立场 其实都是不成立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其实今天我们要变论 一个法禁是否合乎事实 其实有两个原则 第一,法禁是否合乎教育目的 其实一个效规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想学生去明白 校规背后的意义 或者一些核心的价值 再引导他们在道德上的发展 去建立一些自律的概念 去再协助他们日后 踏入一个社会的生活 但是其实今天法禁所做的事 只不过是禁止 而不是教育去引导学生 所以我方今天提出的就是 今天我方并不反对 去保障学童的健康 甚至是维持群体应有的形象 而是用一个有原则性的规定 在一个整结 不影响他人的原则之下 让学生去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法刑 从而去发展自我 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看法禁在法律上 又合不合法 其实今天我方主便 都提出了 法禁里面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例如男生只可以选短法 而女生可以选长法或者短法 而这些所谓的法禁 其实最后都是剥削男生选择 法刑的权利 而我方主便 其实都提出了梁国雄的案例 他之所以能够上诉得席 正正证明了懲教处要男囚犯 只是可以留短法 但女囚犯能够选择的不合理之处 并且这件事都触犯了性别歧视条例 而学校作为一个学习 去保障学生福祉的地方 不是应该去助长性别定型 而是应该去打破现有的观念 去营造一个性别平等性别友善的环境 其实今天变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我今天要看中学生是需要什么 而对中学生来说 学校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教育局 学校的角色应该一方面 让学生在得志体群里 母育方面得到均匀的发展 应该是一个自主和巨弹性的组织 去不断自我完善去配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实我今天看到在香港现今教育制度之下 种种的规限令到无论在性别之内 或者正在寻求性别平等的学生 都无法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或者处理方法 还要去面对种种压力 而今天学校作为一个明星社会 不是更加应该让学生知道 现在世代有什么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去尊重学生之外 也要让学生去学会包容他人 所以今天的变题绝对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欠编发展时间为3分48秒 没有超时 无需扣分 比赛过一段落 请大家稍等一下 在这段时间我们有请三位评判为大家说些评语 我们先请会知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 和大家说些评论队责老师 是 喂 喂 主席啊 主席啊 听不听到 听到 是,因為我有些其他原因,我不是太方便講評語,我這場我不講評語 我對雙方有些什麼,我會直接跟雙方的教練或者負責老師講評語 明白,沒問題的,我們現在有請寶良局八周年李小鐘紀念中學教練帶領小聲為大家講評語 是,我想問聽不聽到,聽不聽到 好,首先都很感謝雙方做了一場出色的辯論 我自己給了一點點評語,我覺得今場大家對於我聽到比較多的分歧點 就是在法禁的定義,以及在不合時這個點上 我覺得其實大家在關於這個,就是法禁這個點的定義的討論上 其實大家可以是,我覺得兩邊都有大家講得好的地方 但是可能如果是之後的辯論,其實可以著重於思考的就是 因為大家都好像撿著某幾條來講 所以就令到整場辯論去到中後期的時候,就有一點膠著的情況 所以這一個點是我覺得,我期望會在台下發問環節去見到解決的問題 這個或者是,之後大家雙方可以都有所改善的地方 另外就是,我覺得關於這個合時儀的標準這一方面 其實就,其實我覺得合時儀這個,我會看到大家對於合時儀的標準都有自己不同的定義 例如,我有聽到有關於教育方面的,就是又說要符合這個教育的意義 又有說要符合這個社會的潮流 那當大家的標準不益的時候,或者大家都可以去嘗試就是 將兩方面的標準去做一個比較,去嘗試去論定給評判聽 究竟哪一個標準才是你覺得是最可取,或者是應該要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就會,可能就會令到有兩隻的標準放在這裏的時候 就會令到評判可能難一點去,就要,如果你可以用一個比較,如果你可以論正到給評判聽 你那方的標準才是一個適當的,對於合時標準的定義的話 我相信對於你的方的優勢都會大一點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大家今場都做得很好 好,謝謝大小姐所講的評語,最後就由我來跟大家講一講 我覺得今場比賽的確有些膠著的,我首先會講一下裝置和稿件上的問題 首先在試音樂方面,大家試的時候會習慣去控勤的試 但是去說的時候就會召喚頭,所以大家試什麼的聲音 其實說的聲音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出現了有時候,你試什麼的時候很清晰 然後說的時候就開始有少許夢想的情況出現 之後呢,不知道網賽會不會繼續,大家都要聊一下 第二呢,有一些辯位,讀稿的情況都嚴重的,都真的從頭看到尾 那這件事就慢慢習慣了,因為其實有時候你自己的稿這麼熟 你講了前面,其實後面你想講什麼,其實你根本不用看稿 有時候你根本都是重禮,看著那份稿安心一點的話 那其實如果那時候你不要看稿,看回鏡頭啊,或者就這樣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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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對於正方來說,你也有心理準備對面,你一定是開了性別平等這個戰場 而對面一定不打這個戰場的話,其實你一直問下去是沒什麼意思的 其實你可以直接到一個結論,若然對面有說,沒有說 其實他也是說回那些,就是他一定不會是說有法 在性別那方面,我男生不可以留長頭髮,是他想走的那條路來的 你也有預想過這件事,其實 那若然其實最大路的情況都是反方跟你說 我發禁,我沒有說要留這一部分,那我這一部分讓給你 其實這一類的話,其實你後面也有說過,有一類的說法是說 你已經認了這一方面的說法,其實你要想想怎樣去包裝一下 因為其實你就這樣跟評判說,他已經認了你這一部分的標準 但今天很可惜地變題要求你的的確是全清的 就是無論是哪一種的法禁,都是不合時宜 所以你就要說清楚,其實你的說法是告訴評判 首先他認了這一部分不合時宜 那我們再看剩下那個部分,而不是單單說 我這一部分我贏了,對面退了,這樣就算 因為這樣的話就好像感覺,你沒什麼理到變題沒什麼扣下去 沒有什麼用變題字,那就會令到你的說法 沒有那麼理想 那後面大家都會交著一個位置 就是其實雙方會執著一個位置 至於反方,反方今天開的兩個論點 第一是說健康,第二是說要有個人特色,說身份認同一件事 那第二個點我是有點驚訝的 那其實是正方今天都有點措手不及的 因為其實這個論點,對於正方來說 至少不應該是回避又或者沒有辦法直擊的 因為其實在你們的角度來看,就是他們要有個人特色 所以你才叫他們,你留什麼頭髮就留什麼頭髮 那所以其實去到後面,我是有一點點,為什麼政法相關鍵有一點調轉了 那但是,我不會用我的想法來去駁你們的 那你們大家,就是正方有得反方過,反方有得正方過的話 那我不會去,特意去扣分啊,又或者給分 但是我就會很疑惑究竟,背後的語境究竟是什麼 就是基於什麼的理由,為什麼我實施法禁 反而是有個人特色了呢? 那後面,就是反方其實有提到說,原因就是重重心理 那其實這一類的terms,早點出是會容易一些 去令到你的point strong一點 因為其實你這個point其實是想直接對怎樣拆掉正方 因為其實你們自己由反方出這個point 就是你覺得正方會開這個範疇來打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若然你打這個身份研究那一方面的話 反而對比起健康那一部分,身份研究你更加需要更多的背景 還有一些數據那類的說法,又或者一些專業的說法來支援 因為其實你在健康那一方面,就有很多很充足的數據 基本上健康那一方面,至少政方是完全沒有辦法把染化和不健康之間拆掉了 反而你要專注在後面究竟為什麼青少年的心理 為什麼中學生會因為追求蓬佩啊,追求一些認同而去染化的這件事 反而可以著墨多一點,我覺得 而雙方對於健康等不等於那個不合時的呢 其實可能反方都沒有預計到正方會突然間直接地說 我覺得其實健康都可以是不合時的這件事 而反方其實的說法就會跟大家說回 香港人都很注重健康 但是其實你本身問的那條台上發問是為了帶出來的那個訊息 反而是你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是要發大它的 就是你們覺得對於學生的安全,對於學生的健康來說是要放在第一件事 而下一步就是當這些是我們的教育理念的時候 那雙方和我是不是認為我們現在 履行一些教育理念是不合時的 那就是差一步去將你們覺得的那個 從第一項目去到變成 真是現在我們這個社會要關心的事情 就是差那一步 那就會令到你的說法就會純粹是 一開始主編的說法 大家都會繼續用主編的說法 而後面沒有什麼向前推進的原因 我覺得都是因為這個 那我的評論就大概是這麼多了 那讓我看看現在賽果是怎樣 那可能大家都還要稍後一下 那個主席 Hello主席 Hello主席 是 我方的義父 因為有些個人已經推進了一場比賽 所以剛剛前幾分鐘就來看 希望沒有解釋 哦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不要緊要的明白的 是 那現在賽果已經出來了 那就首先宣讀最佳辯論員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正方的第二副辯 李希彤同學 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兩票 反方得票一票 換句話說是由正方拔稅女書院勝出的 他現在是一個採用的 他現在是一個採用的 是一個採用的 對方的採用的 我們會做的 好像不論是採用的 你會做的 你會做的 我會做的 你會做的